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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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每禮拜再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話題 你有買過加密貨幣嗎? 從比特幣在2009年問世以來 加密貨幣歷史已經超過10年了 就算你沒有碰過多少 應該也聽過一些 幣值暴起暴落 有人瞬間發財或慘賠的故事吧 那11月中發生的FTX交易所破產事件 堪稱是產業史上最大災難之一 這間全球第二大虛擬貨幣交易所 在短短幾天內突然宣告破產 受害者遍布世界各地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最終到底能拿回多少存款 它是鼓勵普通人們 在交易上交易上的資金 然後把那些資金融資金或其他 而是那些人們 在那些資金放在交易上的資金 他們有理由相信 他們只是為了付出資金 而不是在危險中 例如台灣就有業者粗估 受害者可能高達50萬人 總資產可能有15到30億美元左右 那這集就來看看到底FTX發生了什麼事 曾經被封為幣圈巴菲特的創辦人 如何對外說明 這起事件又會如何影響 還不成熟的加密貨幣產業呢 簡單介紹一下FTX 2019年5月創立之後 FTX在短短兩三年間 成為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那什麼是交易所呢 有點像銀行又有點像券商 用戶可以在上面存錢領利息 買賣加密貨幣或者是股權通證等等 那直到破產事件爆發前幾天 FTX的估值都還有320億美金 而且他非常積極在運動界行銷 不但買下直籃NBA邁阿密熱火隊的主場冠名權 還讓職棒大聯盟的裁判制服都貼上FTX的標籤 另外更早來日本職業網球女將大阪之美 職業棒球明星大鼓翔平 美式足球傳奇四分位 湯姆布萊迪 還有他的超模妻子基賽兒 以及NBA勇士隊巨星柯瑞 還有名人堂球星 俠客歐尼爾等等一大票的明星當代言人 現年30歲的FTX創辦人 外號SBF的山姆班科曼弗里特 則是有一種天才科技宅男的明星光環 總是頂著蓬鬆爆炸頭 穿著短褲T恤 在公司打地鋪過夜瘋狂加班工作 才不過在2022年9月 他在富比市雜誌的400大富豪排名第41 估計身價高達170億美金 媒體曾經封他為幣圈巴菲特 他也曾經作為產業代表 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 對政府該怎麼監管加密貨幣提出建議 同時也是2022年期中選舉當中 民主黨排名第二大的個人政治現金捐贈者 僅次於索羅斯 然而這一切卻在今年11月風雲變色 區塊鏈媒體CoinDesk11月2號發文之一 ASBF成立的交易平台FTX 還有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 雖然是2000獨立的公司 但是呢 Alameda Research的資產 大部分卻都是 FTX自己發行的平台幣 FTT 再拿這些FTT幣作為抵押來貸款 才取得投資所需的資金 換句話說呢 就像FTX自己印鈔票給姐妹公司去借錢 而且這些鈔票的價值還有疑慮 那一開始呢 相關消息並沒有引發太大的風波 但沒過兩天 全球第一大家密貨幣交易所的 帝安的創辦人趙長蓬 突然公開表示 由於最近得到的資訊決定出清 帝安手上所有的FTT幣 外界這才真正擔心 FTX財務不健全 開始瘋狂擊對 三天內臨走60億美金 FTT幣也暴跌85% FTX交易所先是暫停提款 接著呢就在11號 無預警宣布已經申請破產重組 FTX神話就此走入歷史 And what it appears to have done is you is essentially replaced these customer assets that it's lent out with tokens that it itself has issued or that some other company within its empire has issued and the price of those has fallen and so they actually can't the assets they need to give back to customers I mean if they actually had liquidity as we call it tokens that they could sell they could sell those tokens and they could buy the assets they need to reimburse the customers but they can't do that 從財務受到質疑 到宣告破產前後短短不過10天 FTX的風暴席捲幣的同時 創辦人SBF一度傳出 大私人飛機討到阿根廷 後來他又在推特上表示 自己人還在公司登記地點巴哈馬 另外他也坦承公司內控有問題 自己搞砸了 一定會給用戶一個交代 那目前美國和巴哈馬檢方 都已經針對這個事件展開調查 同時也已經有受害者奋而提告 不只要向SBF本人求償 也要大阪直美 Onier等等所有的代言明星負責 這起事件會如何落幕目前還有待司法機關 還有有關單位處理破產清算的程序 恐怕一時半刻也是不會有結果 但是對於加密貨幣的未來顯然會有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就請教了台灣比特幣 及虛擬通貨發展協會理事長 林鴻宇律師問他怎麼看 短期內當然是非常慘痛 我身邊的人包含客戶 有很多也都受傷非常慘烈 你如果今天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你同時是證券的發行商 你又是證券交易所 然後你又同時兼具類似銀行存放存款 甚至把存款拿去挪用 做給其他用途 這本質上是銀行在做的 這樣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其實它潛在的風險也很高 所以是為什麼這也是會必須讓我們思考 到底要有怎樣的 對於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監管的方針 那我相信各國政府也現在正在苦思 不過林理事長也提醒 這也不是第一次超大型的 中心化交易機構發生倒閉事件 2013年以來一直有類似的事件 或許是因為資不抵債 或許是因為有資安漏洞遭到駭客入侵 但是核心問題在於投資人 可能太依賴中心化交易機構 沒有好好保管私藥 而不是加密貨幣 本質上有什麼瑕疵 這一次我們某程度沒有把它分開來看 如果今天你持有的加密貨幣 是自己保管你的私藥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不會受到 中心化機構亂搞爆雷的結果 可是如果你過度依賴中心化機構 你就必須要承擔這些機構 它營運它曝顯的這個潛在風險 另一方面交易所也需要更健全的產業標準 才能夠重拾投資人的信心 所以這是第一要務要把用戶的資產保存 當用戶想要領出來的時候 不會突然說那我就倒閉了 所以因此這也是我們比特比 急訊貨幣我們現在目前正在推動的事情 我們也集合起來希望說 要把我們用戶的資產儲備這件事情做透明化 以及我們剛推動 我們剛公佈成立了這個 數位資產的資訊安全標準 我們希望讓業者們用更高的資安標準 保護用戶的資產 那長遠來說 如果這一起事件讓不健康的交易所倒閉 同時也促進政府監管升級 產業標準提高 那還是有正面意義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啦 這次事件受害者有辦法求償嗎 領體市長是說 針對境外公司不但台灣司法管不到 民眾要跨海提告成本也很高 而CNN報導分析 針對實體銀行存款 政府通常都有存款保險 萬一銀行出事可以提供一定額度的補償 但是加密貨幣投資就沒有這種機制 而事件主角FTX本身的資產 恐怕也所剩無幾 加上價值已經大幅萎縮 受害者真的有可能 邪本無歸 各位大風吹 我們下回見 上一集有觀眾留言 問巴勒斯坦人對俄烏戰爭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同樣是被地區強權蠶食的地方 對西方援助烏克蘭 或者是俄烏戰爭本身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理論上烏克蘭在中東對照族 應該是以色列啦 因為他在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敵意之下所建立的嘛 但是把巴勒斯坦當成烏克蘭也說的過去 因為以色列就像俄國一樣不承認他是國家 同時還堅持佔領所謂自古以來就擁有了一些領土 例如耶路撒冷 那有一點像普丁想要回到蘇聯時期 把烏克蘭納入俄國國土一樣 不過現實中 即使美國希望巴勒斯坦譴責俄國 其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並沒有公然表態 這是因為他需要跟戰爭雙方 俄國和烏克蘭都當好朋友 他沒有選邊站的本錢 那甚至有民調顯示大多數民眾是支持這種中立的立場 那一般巴勒斯坦民眾有人挺普丁 也有人支持烏克蘭 不過就有看到有不少巴勒斯坦人的媒體投書 表示呢 俄烏戰爭凸顯出西方世界是有某種雙重標準 一樣是對抗外來入侵者 西方世界讚美烏克蘭人勇敢保衛家人 送錢送糧送武器 同時也譴責俄羅斯違反國際法 聯手實施禁忌制裁 但是反觀巴勒斯坦 抗爭以色列的蠶屎鯨吞幾十年來 卻沒有獲得國際社會這麼積極的支持 那烏克蘭人呢 是行使被佔領者的武裝抗暴權 那巴勒斯坦人呢 就是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 總之呢 如果希望聽聽我們的想法 請在留言加上漢文跟你說 這個hashtag 我們就會挑一則來回覆喔 那影片最後呢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每個月一片雞排的錢呢 就能贊助我們頻道做出更好的內容 希望大家考慮一下加入頻道會員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還不錯 也請按讚影片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接受所有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內容囉 會員 發员 發呆